歡迎收聽新視覺 聽新聞 我是佩文 以下的節目內容取材至時政評論員王友群文章 於大紀元首發 在24年前1999年4月25日 北京發生了法輪功學員到中南海上訪的事件 雖然人數是超過一萬 時間是持續了一天 但是從此始終都是安靜長和 井然有罪 並沒有出現任何過激的言行 法輪功學員的訴求有三個 第一是立即釋放天津被非法拘捕的 40多名法輪功學員 第二是允許法輪功的書籍在中國出版 第三是提供法輪功學員一個合法修煉的環境 當日的上午8點多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 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從中南海西門出來 找三名法輪功學員代表進去反映意見 然後在朱鎔基的詢問下 天津被非法拘捕的法輪功學員全部獲釋 就在朱鎔基設法快解矛盾時 425事件的當晚 當時擔任中共的黨政軍最高領導人江澤民 正在寫信給中共的政治局常委 不倒的結論是必須要戰勝法輪功 這個結論是成為了1999年的7月20日 江澤民發動迫害法輪功的理論基礎 也都是自今24年來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總源頭 但是這個總源頭是創的 有多項的原因 425事件發生前7年 江澤民從來未對法輪功問題做過全面的 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 法輪功是1992年5月13日 由李洪志大師從中國東北的長春市傳出來 到1999年的4月25日 傳出來已經是將近7年 在長達7年的時間裏 法輪功並沒有花中共政府的一分錢 並沒有搞任何強迫的命令 沒有借助宣傳工具帶做廣告 主要是靠驅病健身淨化身心的旗校 靠人傳人 心傳心 由長春傳到北京 從北京傳到全中國 從中國傳到全世界 當時中國有很多氣功 法輪功是傳播速度最快 範圍最廣 學練人數最多影響最大的一個公派 學練法輪功的人 有不同的年齡各種的學歷各種的職業 不同的黨派各種的資歷 不同的民族 佛教徒 道教徒 基督徒都有 其中包括中共的老紅軍 老革命 老黨員 老幹部 老專家 老教授 中央和國家機關的黨政官員 現役軍官 工人 農民 士兵 學生 商人和家庭主婦 對於全中國和全世界 增修法輪功的人來說 他們的共同體會是 法輪功既有益於身體健康 也有益於心理健康 也有益於個人和家庭 也有益於社會和國家 也有益於東方人 也有益於西方人 總之 於國 於民 於人類 有百利 而無一害 古人有益 目獸於臨 風必吹之 當法輪功突然在所有氣功中 脫穎而出 變成一支獨秀時 中共新聞界 科技界 宗教界 氣功界等 所有的風言風語 甚至攻擊 萬麻 打壓 更加是接種而至 在基層遼寧省朝陽市公安局 竟然下發37號文件 聲稱法輪功是公安部命令禁止的非法氣功 立即予以取締 在高層中共的全國政協副主席 中共宗教協會會長趙朴初聲稱 對法輪功的剛取締還不夠重要大力批判 針對上述的情況 在1996年的至1999年 法輪功學員長時間 連接不斷是寫信給有關部門的領導 甚至是江澤民 反映法輪功的問題 但是所有這些信並沒有得到回音 425事件發生前七年 作為中共的黨政軍最高領導人 江澤民當時是擁有一切便利的條件 是能夠及時了解 並妥善處理法輪功的問題 但是江澤民從來是沒有這樣做過 在1998年的5月11日 原本是由公安部等九部委共管的器官 改為由國家體育總局統一管理 在1998年的10月 國家體育總局派條件組到長春 對法輪功進行為期一周的調查研究 除了深入練功點名察暗訪之外 還在10月20日召開了52名的法輪功學員 參加的座談會 其中包括老紅軍現職的軍級官員 政府官員 大學教授 企業家 居委會主任 以及工人 在認真聽取了法輪功學員發言之後 邱玉才說 通過了調查了解 長春有十幾萬人在這裡練法輪功 而且層次較高 有十幾所大專院校的教授 博士生的導師 高級的幹部 還有從工人到知識分子 各個層面上都有 確實是功效很顯著 這一方面是沒有意義的 我們認為法輪功功法的功效都不錯 對於社會的穩定 對於精神文明的建設 效果是很顯著 這是要充分肯定 以台灣為例 法輪功是1994年傳入台北 然後傳到台中、台南 1996年11月首屆的國際法輪大法 心得交流會在北京舉行的時候 台灣不少法輪功學員與會 其中包括80多歲的老人家 大學教授、政府官員、企業界人士、大學生等 1997年11月 法輪功始創人李洪志大師 親臨台灣講法 1998年6月 法輪功的主要指導書籍 轉法輪 由台灣的益群書店出版發行 法輪功傳入台灣之後 從來沒有發生過警察勾打 非法拘捕法輪功學員的事件 法輪功的書籍在台灣可以自由公開出版發行 台灣政府無論是哪一個政黨上台執政 都充分保障了台灣民眾有修煉法輪功的自由 再以香港為例 早在1994年的就有香港人到中國參加 李洪志大師舉辦的法輪功傳法教功法 1995年5月13日 1996年的7月15日 1997年的7月14日 李洪志大師先後三次到香港講法 1996年香港法輪功學員向港府申請註冊 香港法輪大法協會 至今法輪功在香港一直是合法存在 香港民眾有修煉法輪功的自由 法輪功在歐洲、北美洲、南美洲、亞洲、澳洲 也都受到民眾普遍的歡迎 使人心歸正向善 425事件後 江澤民將他個人關於法輪功的錯誤看法 強加給全黨 造成了多年來中華民族的浩劫 本次的《新事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贊 本節目粵語版的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都請大家多多支持 大紀元約 sehr感謝 Meng 拍攝 試 relying 兜 我們 可